我是黑 亲朋好友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王 这是我老家 我爸他们给我由来的大咸菜 然后呢我就发现 我身为一个东北的女孩子 我觉得有必要给你们推荐一下 我大东北的大咸菜 完了 这东北味儿一下就上来了 吃不完嘛 然后我就是从冰箱里冷冻拿下 它有点变嗓了 然后吃下来就是 像我们东北 这种的女馊关键词 辣萝卜条 有酱的有稍微干一点的 就聚好吃 你随便变 冲你都会很好吃 像它这种的话 是我们自己家晒的 然后再去腌的 而且做法也很简单 有机会让我妈妈教大家一下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 你们没听过的应该是 也没吃过的地瓜梗 它一丝一丝的 这是地瓜的梗 它那个地瓜梗 在东北基本是糊土豆 它跟酱土豆一块是糊的 做成那种酱菜也很好吃 东北蒜茄子 蒜茄子在东北这个菜啊 只能一糊一蒜 就直接就吃了 它那个蒜茄子 基本它又没那么咸 我觉得非常适合南方的口味 就是口淡的 可以去试一下蒜茄子 但是不爱吃蒜的没关系 我们有什么 香辣 茄子干 还有一个 我从小吃到大 我三姑做的巨好吃 叫做 撇了 撇了 对不起 撇了临时忘了它是什么做的 现在立刻给我妈打电话 喂 妈 撇了那个咸菜原本的材料是什么 芥菜嘎的 什么 撇了就是撇了 那我告诉大家撇了 他们也不知道撇了是什么 撇了原本是什么东西 我知道地里种的一个嘎的 它这个嘎的是什么嘎的呀 你 你 你说耳术 你 我也不知道 它是芥菜吗 芥菜吗 芥菜是芥菜 撇了是撇了 芥菜吧 长得一身像大萝卜似的 撇了的 它是绿色的 绿色的吧 在地面上面长的 这个圆有绿色的 行吧 好了 没事 再见 OK 不好意思 没问出来 撇了长这样 但是可好吃了 吃起来就是脆脆爽口的 正好提醒我了 那个芥菜也很好吃 芥菜还芥菜 对不起 我梦了 就是在东北 那东西就是长得刚刚那个叔 形容的那个圆不拉几的 白不拉丘的 大疙瘩 长得像大白萝卜似的 在东北叫芥菜嘎的 因为它长得就是这么一嘎的 这期的东北二真的太重了 哎哟 还有什么 范名泰鱼 因为我家是吉林省白山市的 就是离盐边啊 盐吉啊 你们就搜盐吉特色的小菜 盐吉小菜基本就是我从小到大吃的 芥梗 苏子叶 基本盐吉盐边 大东北都吃 东北的那种牛板筋 去当做配粥的咸菜 也会有人这么吃 东北口味比较重 它可能直接就拿牛板筋吃了 这个视频简直就是一个普及知识啊 没对的话别捧我 就是从小我们那儿就那么称呼的 那你们那地方 有没有就是比较小众的 然后可能南方吃过的北方没吃过 北方吃过的南方没吃过 有这种好物吗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最近在减肥美食 最近有点荒漠 或者来跟我分享一些适合减肥的食物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